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花王对包公说 恭喜包大人回朝 明日奏明圣上 建议此案改由包大人审办 包公笑道 如圣上发给老臣审断 下官一定将案情审问明白 大家谈了一阵 包公起身告辞 众王爷也都散了 包公觉得这一案乃是朝廷大事 决定去拜访刑部尚书探寻情况 立刑二部尚书正在催论案情 听说包公到来好不高兴便一同出营 三人在内厅坐定 刑部尚书便对包公叙述审办辞 杨一案经过 请他指教 包公觉得杨涛明知辞青已在丹丹国成婚 为何定要把女儿嫁他 真是令人不解 刑部尚书说 庞红奏请皇上作媒 竭力促成辞 杨婚事也甚可疑 三人根据过去庞红屡次陷害狄青 狄 杨并无交往来看 都觉得其中定有隐情 四日早朝 包公奏明奉旨 前往陕西广东镇纪之事 仁宗听了 对他驾讲了一番 立刑二部尚书 出班启奏 说狄 杨案件 情节复杂 臣等财书学浅 请令伟贤明 仁宗就命包公办理此案 包公接过圣旨 启奏道 陈准在三日内审明复旨 庞红 杨涛见案件落在包公手里 心里觉得不安 杨涛更是着慌 退朝后 杨涛回去换了便服 就急忙坐轿赶往相府去见庞红 杨涛见了庞红 便说 包黑子铁面无私 若被他审出真情 我命休矣 庞红眉头一皱 便调缩杨涛 只要一口咬定 包公也就无法探明底细 庞红道 包黑子说三天赴旨 若审不出头绪 就有欺君之罪 不杀头 也得坐牢 二人窃窃私议 庞红附在杨涛耳边说 有庞贵妃替我们做主 还怕什么 杨涛才放心回去 再说包公回府 就把力行二部送来的敌杨一案案卷 细细审阅 他为弄清了案情 便派公差分头去传狄青 杨涛来牙候审 一会儿 杨涛 狄青先后到了 包公立即坐堂审问 命将衙门关闭 禁止旁听 包公先问杨涛 狄青早有妻事 因何还要将女儿嫁给他做偏方 杨涛答道 因目狄青才貌 又想沾些光彩 故情只结亲 不想女儿竟遭杀害 包公再问狄青 你的婚事既是圣上作媒 理应相敬相爱 为何将杨涛杀死 狄青便把奉旨完婚 杨涛假意 殷勤劝酒 成罪行刺等情 一一向包公说个明白 包公吃惊道 有这等事 狄青说 当时他还说 偿我丈夫的命来 包公想到 狄 杨昏氏 使庞红奏请圣上为媒 莫非庞红串同杨涛谋害狄青 包公又问杨涛 死者究竟是谁 杨涛假作事类说 实为次女奉交 求大人申冤 包公见他咬住口供 知道问不出真相来 便退了堂 并吩咐狄 杨两人暂留牙内 退堂后 包公带了狄青 一同前往狄府查看现场 众人来到新房 狄青便把飞龙行刺的那把宝剑交于包公 包公在房内四面查看 张龙却在褥子下面搜出一把锋利的尖刀 张龙把尖刀呈给包公 并说 启禀大人 这把尖刀看来不是我们中原所造 包公把尖刀递给狄青 问道 这把尖刀可是泥府上之物 狄青一看 不觉大惊 原来 此刀乃是西夏国王御用之物 金柄上刻有西夏的图文 狄青答道 此刀乃是西夏之物 怎么会来到这里 包公听了 府须点头不语 包公一面吩咐打道回牙 一面命张龙到兵器库去 查验尖刀是否系西夏之物 过了半晌 张龙回牙来报 经兵器库查明 尖刀却是西夏国所造 包公想 这就齐了 这西夏国的刀怎么会藏在心房里 杨宇又为何说要偿我丈夫的命 他灵机一动 顿时记上心来 便命人去唤张龙 赵虎觐见 张龙 赵虎奉命来见 包公悄悄吩咐一番 命他们一计行事 两人来到狄府 向狄泰君请过安 便问杨宇可有陪嫁丫鬟 狄泰君说 杨宇有四个陪嫁丫鬟 张龙说 奉包大人之命 要把丫鬟带往衙门审问 四个丫鬟带到衙内 包公问他们 杨大人有几个女儿 他们都说只有两个 包公又问 嫁与狄千岁的是谁 一个叫月梅的说 那是二小姐奉娇呀 月梅答话时 另外两名丫鬟对他挤眉弄眼 只有一个叫小翠的低头无言 包公看在眼里 便分吩咐把月梅等三人带下 单留小翠一人问话 包公用好言劝导 小翠不敢说谎 就把杨涛任意外邦女子为女 冒名代价的秘密说了 包公又问那女子是谁 何处来的 小翠只知老爷从旁向府里 把她带回来的 包公又把月梅等带上来 沉着脸说 小翠已经招供 你们还不时说 牙翼齐声吆喝 快说 快说 免得受刑 月梅等觉得事已如此 也就老是供了 包公见他们口供相同 确认死者并非杨女 便把四个丫鬟留在内衙 为了人证齐备 查明冒名代价的究竟是谁 包公又派两个公差前往杨府 一计而行 两公差来到杨府 说杨涛已把案情如实招供 包大人请二小姐去问话 杨府家人急忙入内禀报 杨夫人一听 大惊失色 觉得这是丈夫自招横祸 杨夫人想 丈夫记忆招人 藏着女儿也没用 就叫贴身丫鬟 去把二小姐凤娇请来商量 杨夫人哭哭啼啼说 女儿呀 你赶快去求求包大人 救你父亲的性命 凤娇含着眼泪 辞别母亲 坐轿去见包公 包公把凤娇揭入内衙 好言宽慰 要他讲出 有人冒名代价 某次敌清的真实情况 凤娇以为他父亲已经供出实情 也就不再隐瞒 说他父亲是被庞虹所逼 包公暗想 果然是庞虹的阴谋 便问凤娇 庞虹怎样威逼你父亲 写详细说来 凤娇便把飞龙公主为夫报仇 小庄改办来京 勾结庞虹 定计谋次敌清的经过说了 案情的真相已完全明白 包公命丫鬟将凤娇扶进后堂 由夫人款待 再说庞虹在家 感到心神不宁 便命心腹家人 去开封府探听消息 去了半天 家人来禀 包大人今天闭崖审案 小人等到现在 看不出什么动静 庞虹听了 暗暗骂道 包黑泽 要是三天之内不能结案 要你知道老夫的厉害 四日早朝 庞虹见了包公 有些心虚 问道 包大人 敌杨一案 审问的怎样了 包公答道 敌杨婚事 据说是老太师做的大煤 足见太师 存心成人之美了 庞虹一听话中有音 连道 包大人 休的取笑 说罢 急忙走开 少请 仁宗临朝 包公上殿奏名 说要开关相宴 以明真相 仁宗准奏 朝罢回押 包公带了狄青 杨涛同去验尸 验名尸身 两耳各有九个还眼 包公对杨涛说 死者而有九个还眼 分明不是本国之人 怎说是你的女儿 杨涛虽然心虚 但还强作镇定 依着旁红秘竹 一口咬定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包公大怒道 幕下罪证俱在 你身为当朝大臣 还敢抵赖 于是包公回牙 重新升堂 吩咐在小翠等四个丫鬟上堂作证 四个丫鬟一到堂上 杨涛大吃一惊 但还说他们受了敌府会埋 诬陷于他 包公冷笑一声 吩咐道 把杨府二小姐带上堂来 杨涛一见女儿 不禁呆了 只是一手捧着脑袋 一手指着凤娇 说不出话来 他知道包公一向铁面无私 如再不招人 必受刑罚 便连连打拱 说愿意招供 接着杨涛就把旁红和他如何定计 如何任飞龙公主做女儿等 都说了 又话了呀 包公吩咐把杨涛关入监狱 杨涛叫道 犯官一时糊涂 还望包大人开恩 案情大白 包公当堂宣判 狄青无罪 狄青谢过包公 与有关人证各自回服 包公连夜写好奏本 准备次日面奏人宗 遇之后事 请看下集 真假真诸旗 照明 看下集 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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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